全国运动会17号下午在花莲县立体育场举行的开幕式 来自各县市好手一一进场接受大家的祝福和打气 大会主席花莲县长徐正贵 除了预祝与会的所有选手可以展现所能争取夹击之外 也欢迎大家到花莲 在比赛之余可以享受花莲的美丽风景及在地风情 109年全国运动会的开幕式 在花莲县立体育馆登场 首先是由国立大学的同学们以舞蹈揭开了序幕 另外再结合花莲在地特色的原住民舞蹈内容和社团表演 为今年的全民营活动展开了精彩的内容 而在开幕式表演活动中 最吸睛的就是结合科技的VR实镜平平安安的开幕表演 透过APP让包括总统蔡英文和大会主席 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人 透过手机就可以看到精彩的内容 随后开幕式的重头戏运动员进场 是由筹备处的处长也是花莲县县长徐真伟 率领着同仁进场向大会主席 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来致意 接着则是各县市选手进场 台东县代表队则是在县长饶庆林的带领下进场 同时欢迎全国的民众也可以在明年来参加 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 台东县将在11月27号到30号 办理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 提供全国身心障碍的朋友 一个运动竞技的平台 今年共有15种竞赛 期望各界届时到台东欣赏 两年一次的运动盛会 并为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加油打气 也欢迎全国乡亲造访台东 享受东部风情 预祝台东县举办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 顺利圆满成功 109年全国运动会17号开始 一年举办5天一直到22号 也欢迎花莲的乡亲可以前往各赛事场地 来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记者花莲市综合报道